李文和好声音节目组的恩怨还没捋清楚 又一位演员自爆在片场遭遇霸凌 这人就是孙飞飞 这场娱乐圈霸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飞飞是一名演员 虽然不算出名 却参演了不少影视剧 比如 《北京我的爱》里 温婉善良的杨雪 《众暗六组》第二部 聪明又漂亮的《甜蕊》 朱孝天版《楚留香传奇》里秀气的李洪秀 《美人心》记里端庄的皇后清宁 虽然戏份都不算多 可她的古装扮相出彩 不少观众都很喜欢她 尤其在孙飞飞陷入整容争议 又退出娱乐圈后 观众对她更加惋惜 然而就在8月29日深夜 退圈的孙飞飞突然发了一条长微博 自称是娱乐圈霸凌事件的亲历者 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切 据她个人阐述 当时她和血色恋情的导演张翰杰 爆发了激烈冲突 对方找来三个人对她大打出手 还摔坏了她的手机 尽管孙飞飞选择报警 可这件事最后却被定性为个人冲突 最后不了了之 在微博评论区 疑似孙飞飞曾经的助理也留言力挺孙飞飞 表示自己就在现场 被三个大男人摁着抢走手机 这条微博一发出 瞬间激起网友的愤怒 很快就冲上热搜第一 可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孙飞飞说的这件事早在当年就有过报道 还跟她的说法有出入 2011年的1月份 网上爆出孙飞飞在片场受伤 不仅头疼 还伴随着呕吐的症状 一度被确诊为脑震荡 她还在网上晒出瘀青照片 证明自己确实被打 可血色恋情的制片人金峰却表示 孙飞飞在片场经常耍大牌 越过导演指挥剧组 不仅随便叫停拍摄 还教其他演员演戏 跟导演之间存在矛盾 还曾经跟导演助理在片场吵架 剧组男二号秦卫东说话更直接 不仅质疑孙飞飞炒作 还爆出他在片场迟到随便改戏 动不动就霸演 言辞之间满是对孙飞飞的不满 却并未对此事的真伪发表看法 巧的是 血色恋情的男一号王阳 曾经也接受了采访 事发时他并不在现场 也不知道此事发生的具体情况 可他却说跟导演合作得很好 也不相信导演会狭隘到意见不合 就找副导演打人 记者也采访了很多 跟孙飞飞和张翰杰合作过的圈内人 大家的反应基本一致 认为孙飞飞性格直 平时就容易得罪人 而导演张翰杰处事 虽然不圆滑 脾气却不火爆 不太相信他能做出打人的行为 这一篇报道被挖出后 王阳也在微博上道歉 称自己不在现场 不了解事情始末 对于霸凌事件 自己只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网友对此都表示可以理解 当年这件事也没有定论 孙飞飞虽然晒出了腿部瑜伽罩 可因为剧组演员的说辞 大众普遍也不相信他 反而认为是他耍大牌炒作 多年过去 孙飞飞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 也曾在2016年发文指责张翰杰 却都草草了事 如今这件事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可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也很难找到证据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